何润东娇妻开边拉伤?生子进化因这个改变。 何润东妻子林佩希出席路跑活动。图记者陈明安设,2018407。 何润东妻子佩希、林佩希、沈建宏、张婷胡以及班强的记忆演员金、七日参加Pymer荧光夜跑。 佩希透露之前运动前没做好暖身,导致该边肌肉拉伤,即便已经过了三个月, 大腿内侧仍疼痛不已,连何润东都心疼的询问伤势,还贴心提醒天气变冷,路跑要穿外套,夫妻俩感情相当和睦。 Petty透露之前一有空就会把时间排满,就像吃下午茶,是为了吃而吃,没有细细品尝,最近突然觉得要把生活过得慢一些。 正巧老公何润东投入下个剧组前,也短暂获得一段休憩时间,夫妻俩在施主慢活后,对生活有了全新感受。 Petty也笑说生子计划可能因为调整步调而有所改变。 和忍东西自林佩希出席路跑活动。图记者陈明安设,2018万0407。 问及鼻音,孙鹏的儿子孙安佐遭到美国警方逮捕,若是有下一代,会不会考虑把小孩送出国? Petty表示,现在会觉得好,但生了之后可能会舍不得,一切都是看有了小孩才决定。 其中,Petty负伤还参加路跑,和润东则说,志在参加。 希望Petty能做好暖身,不要再度受伤。 此外,沈建宏,张婷胡也参加5K路跑,但两人最近都先少运动,都是保持一个轻松的新道场。 过去张婷胡更参加过21K路跑,笑说当时是被朋友怂恿,结果路程太远,让他边跑边骂脏话,直呼,也太远了吧。 喜爱打篮球的两人,表示身上都有运动伤害,其中张婷胡的膝盖因受伤严重,只要天气一冷,还会隐隐作痛。 沈建宏出席路跑活动,图记者陈鸣安设,2018万0407。 翻墙的记者陈鸣安设,2018万0407。